小翔的名字叫小翔 小翔品学兼优 乖巧可人 乐于助人 聪明伶俐谨慎 多才多艺 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学生 小翔在学校没什么朋友 这两位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小恒还有小凯 小翔的同班同学都非常非常的不认真 不专心听课 有的喜欢玩垃圾 有的喜欢在班上偷吃零食 有的不知道在干嘛 但小翔、小恒、小凯 时时刻刻都很专心听课 因此小翔是老师们眼中 最讨人喜爱的学生 老师每次的责骂班上的学生 只是称赞小翔 导致大志老有一点不爽 于是大志老就每天想尽办法欺负小翔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总会出现 好 嘿! 乖乖学生 成绩考很好老师吗 没有 为什么你成绩可以考这样好 天生的 这样是什么都会 没有啦 没有啦 把他整理一副 大志老因为每次都无法成功欺负小翔 所以感到更加的生气 同时老师也开导了小翔 安慰了小翔 让小翔看开点 老师还带小翔认识新环境 认识新朋友 小翔跟朋友们一起聊天 一起运动 一起玩游戏 渐渐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小翔的自信也回来了 小翔变得很开心 很快乐 不再那么自卑了 于是有一天 大志老决定在放学后 跟着小翔回家 离开学校 再媳妇小翔 这样就肯定不会被老师发现 嘿嘿嘿 呀呀 这次没有人可以帮你了 我看怎么办 住手 小翔提鲜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便欺负别人 一曲奏で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